玉米投手和辣椒投手都是投手类植物 一个投制玉米粒和奶油 一个投制辣椒 玉米投手 白卡植物 阳光消耗100点 攻击范围右侧单行 辣椒投手 蓝卡植物 阳光消耗200点 比玉米投手整整贵了100点 攻击范围也是右侧单行 一接玉米投手 当僵尸出现在玉米投手右侧时 玉米投手会投射玉米粒或者是黄油攻击僵尸 一接辣椒投手 当有僵尸出现在辣椒投手右侧时 辣椒投手会投制燃烧的辣椒攻击僵尸 接下来他们分别对战一个贵族僵尸 看他们谁更厉害 本场辣椒投手获胜 二接玉米投手 玉米投手每攻击5次 会发射一次150点伤害的玉米炮弹 二接辣椒投手 辣椒投手会投出火焰辣椒 可以对僵尸造成75点每秒的伤害 重复攻击会刷新燃烧时间 接下来他们分别对战一个炸弹僵尸 看他们谁更厉害 本场辣椒投手获胜 三接玉米投手 玉米投手每攻击3次 会发射一枚200点伤害的玉米炮弹 三接辣椒投手 辣椒投手的火焰辣椒升级为蓝色 蓝色火焰对僵尸造成100点每秒的伤害 重复攻击会刷新燃烧时间 接下来他们分别对战一个斗篷僵尸 看他们谁更厉害 分别疯 本场辣椒投手获胜 四阶玉米投手 种植时有低概率 直接释放能量斗大招 向全屏僵尸投掷黄油 每击中一个僵尸和障碍物 会造成40点伤害 并眩晕8秒 四阶辣椒投手 种植时有中概率 直接释放能量斗大招 会向敌人大方投掷火焰辣椒 有少数敌人不会攻击到 接下来他们分别对战三个一生僵尸 看他们谁更厉害 本场辣椒投手获胜 玉米投手装扮效果 大招投制更多的黄油 造成更多的伤害 辣椒投手装扮效果 大招额外释放一颗辣椒 玉米投手的 intelig